吸血鬼鹦鹉又被称为比斯葵式鹦鹉或秃鹫鹉 是一种外形独特 羽毛色彩和脸部特征非常炫酷的鹦鹉物种 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它们的照片时 我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因此我做了一些研究 今天阿温将向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吸血鬼鹦鹉的迷人事实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地球上最具哥特风的鸟类有哪些特点 吸血鬼鹦鹉的外观相当威严 是一种生长可达48公分的大型鹦鹉 它们的羽毛呈现黑色 胸部覆盖着灰色的鳞状斑纹 而腹部则呈现鲜红色 上尾鱼覆盖和翼片同样是红色的 而成年熊鸟则在眼睛后方拥有一个红色斑点 我们可以一致认为 红色腹部富裕了它们威猛的外观 黑色和红色的搭配确实十分酷 至于脸部 它们有裸露的黑色脸部皮肤 以及相对焦长的弯曲绘 这种脸部特征 使它们看起来像突旧 因此也得到了另一个别名突旧鹦鹉 推测头部裸露的皮肤 可能是为了避免吃粘性水果时 羽毛被粘住 在行为方面 它们与其他鹦鹉物物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它们通常成对出现 但也可能会聚集成一群 数量可达十至二十只 然而与其他鹦鹉不同的是 它们并不会说话 而是发出刺耳及粗糙的咆哮声 吸血鬼鹦鹉属于野生物种 因此并不适合作为宠物 因为它们可能会对人类表现出攻击性 它们的繁殖季节 在二月至五月之间 雌鸟会产下两枚蛋 它们会在树洞中筑巢 雌鸟会孵化大约二十七至三十一天 在孵化期间 雄鸟会喂食雌鸟 孵化后则两性共同照顾雏鸟 吸血鬼鹦鹉的雏鸟 大约在十二周大时 开始学会飞行 请不要被明智误导 吸血鬼鹦鹉并不会喝血 它们是食果动物 主要以新级内亚的乌花果为主要食物 它们还食用花朵 芒果 花蜜和种子 并根据食物来源的季节变化而进行迁徙 这些威武的吸血鬼鹦鹉 是新级内亚的原生物种 栖息在山丘 山地雨林和高山地区 它们在生活地点 筑巢与树洞中 并在高处的树枝上栖息 有趣的是 它们通过跳跃和飞跃的方式 从一棵树移动到另一棵树 当然也会进行飞行 它们的飞行方式是在短距离滑翔 和快速拍动翅膀之间交替 以寻找栖息地 关于吸血鬼鹦鹉的天敌 信息并不清楚 但可能与其他鹦鹉相同 吸血鬼鹦鹉的天敌 可能包括蝙蝠、猛禽和蛇 至于它们的状况 由于人类的威胁 它们便列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猴盛名录中的异味物种 由于它们在市场上的高价值 人们捕捉并过度捕猎它们 以贩售其华丽的羽毛 一只吸血鬼鹦鹉的价格 可能高达3000美元或更高 不包括运费 这就是为什么 虽多人非法捕捉它们 作为宠物贩售 除此之外 7CD的损失 和它们喜爱的无花果种类的稀缺性 也是导致它们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